大家好 我是陶冬 今天咱们讲讲科技产业轮动 把握住产业轮动的节奏 你就做到了风口上了 投资事半功倍 我们知道美股在过去十年涨风了 的确NASDAQ从2016年至今上涨了三倍 是全球各大资产种类中间表现最好的 我们现在看一张图 NASDAQ在过去六年是升的 但是如果NASDAQ指数抽出FUNK 也就是Facebook Amazon Apple Netflix和Google五支龙头股 它的表现就大不一样了 过去十年美股有周期性的起伏 有QE带来的流动性动能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FUNK起紧 FUNK股价的表现出色 要部分感谢ETF 过去十年ETF成为美国基金投资的主流 流入ETF的数量是主动型基金的五倍 ETF是被动投资的 资金放在指数权重股上 资金大量流入ETF 就意味着大量流入FUNK这样的指数权重股 而FUNK股价走得好 ETF的表现就好 更多的资金流向ETF FUNK的表现就更好 不过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 FUNK其实是美国四季时代的佼佼者 是过去十年平台经济的弄抄耳 在和旧经济的对决中 他们催生出了新的商业模式 销售渠道 引领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产品 他们得益于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叫做新经济的时代 一个数据化的时代 他们在经济数据化的过程中 游刃有余 开创出新的盈利模式 他们在股价上自然春风得意 我们再看这张图 大家都知道美股是全球股市 在2021年走势最亮丽的 不过你知道吗 去除最大五个市值的股票 NASDA今年是下跌的 而不是上升的 尽管美国的疫情有明显改善 尽管经济周期开始向上 尽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极度宽松的 美股的上涨也只是聚焦于几家头部企业 美国的头部企业还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Funk中间的Netflix已经退出了第一梯队 特斯拉和微软加入 特斯拉是做新能源车的 微软是做云计算的 Facebook连名字都改成Metaverse 原宇宙 剩下的亚马逊 苹果和谷歌也在转型 Funk变成了Gamut 我觉得Gamut不是拼子游戏的变化 实际上预示着IT行业新一轮的轮转 过去十年新经济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 电子商业和社交媒体 背后的支撑是4G技术和平台网络 未来的支撑是5G 6G和万物相连 场景可能是元宇宙和工业互联网 资金还看不清楚这个数据场景 如何演变成商业模式 于是在此阶段压注于最大的几个科技公司 看重他们的研发能力 执行能力 也寄希望于他们买下下一个脑潮中间的新选手 围出新的数据生态圈 从Funk到Gamut 请大家多多参想 从中寻找未来的投资先计 比尔盖茨说 两三年内多数虚拟会议都会转向元宇宙 微软在积极搭建虚拟平台 准备推出虚拟现实中需要的头盔 手套 这是超越平台经济的大布局 从Funk到Gamut 在我看来是科技领域的产业轮环 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突破 是时代前进的步伐 是科技领域的发展 是科技领域出世代您就说得ד什么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